男人为了永生 竟然要把女儿送给60岁的神父做妻子 当小美当着众信徒的面拒绝神父时 神父就一把抓住小美的头发 说她身上已经被恶魔附身 随即就要施法驱立她身上的恶魔 只见几人疯狂地在她身上拍打 台下的父亲和众信徒全都被洗脑 他们附和着神父嘴里不断地念着咒语 看着这群丧心病狂的人 小美心里除了绝望也只剩下绝望 然而就在此时小美的母亲却突然出现了 看见有人打自己女儿 母亲当即就跑上来阻止 她祈求一旁的丈夫救救女儿 可就在这时神父却马上改口 说小美身上的撒旦恶魔 已经转移到了母亲的身上 父亲听到神父的话 一把揪着妻子的衣领 随后就开始对着她一顿狂打 看着发了疯的父亲 小美拼尽全力将母亲死死地护在身下 而信徒们却在一旁高呼呐喊 他们为了追随神父坐上救赎之船 将家中所有积蓄全部上交作为供奉金 甚至为了能够坐上救赎之船的一等坐 还将房器和地气都捐献了出来 而神父给予他们的回馈 则是将他洗脸洗脚的水装进小瓶子里 让他们吃饭喝水之前都往里面喷一喷 说是这样才能尽快得到神的庇护 为了洗脱他们身上的罪孽 神父更是将他们打得浑身都是淤血 说那些淤血是他们之前罪孽的表现 可见教会对于他们的洗脑早已深入骨髓 然而小美想要逃却怎么也逃不掉 几天前尚焕在半路拦截教会的车辆后 将小美救了下来 可是就在他们来到警局报警时 神父却给国会议员打了电话 随后小美就再次被送回了教会之中 为了能够摸清教会里面的名目 刚出狱的东哲在尚焕的帮助下 一副学生装扮走在街上 十倍将使徒发现 加上出发前尚焕为了更好地让东哲隐瞒身份 特意将他的名牌手表给了东哲 随后他便成功地进入了救善院 在救善院那几近几处后 东哲终于见到了小美 而此时的小美为了救母亲 也已经答应做神父的妻子 在神父为小美戴上花环的瞬间 东哲想要上前去阻止 却被身旁的女人拦了下来 女人一开口就说出了东哲三年前入狱的事情 还说她是一名记者在这里坐卫 在晚会结束后 卷毛男开车送新人回家时 女人借着握手的诗机 给东哲的手里塞了小纸条 她让东哲以后不要再来这里 还说这里很危险 当女记者回到救善院时 小美就找到了她 因为小美白天看到了女人 阻止东哲的那个动静 女记者知道装不下去了 她当即就坦白身份说明了来意 而她也知道小美是这里唯一清醒的人 随后两人就准备一起合作 将这里的秘密公布出去 与此同时 上换回家时发现 她的郡守父亲竟然和神父相识 两人之间似乎还有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为了查清真相 她悄悄潜入救善院神父的办公室查找证据 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就在上换准备离开时 却意外看到神父在做祷告 她顺势用手机把这个画面拍了下来 回去后上换就再次和东哲会 东哲分享了教善院里的所见所谓 而上换也说出了 她父亲可能与邪教有关联的事情 为了引起外界的关注 上换将神父做祷告的视频 给到郑勋让她放到了网络上 但是这段视频却意外被卷毛男看过 卷毛男看到后格外开心 上次他们就走小美后 卷毛男搜寻几人多日都不见终于 这下去主动地露出头来 她当即就联系郑勋 以提供旧善院的情报为由 想要把郑勋约出来 当郑勋以为她终于可以办一件大事的时候 却被卷毛手下的大胖子一拳就撂倒了 随后她就被卷毛关进了旧善院的后山 而另一面 女记者为了将这里的消息传给同事 她对江使徒谎称 今天是她妈妈生日需要离开旧善院一晚 但是她的异常行为引起了江使徒的怀疑 于是使徒偷偷地跟踪监视了她 江使徒看见她在下车后去了餐馆 并且在她刚出来没多久 紧随其后的男人坐上了报社的专用车辆 老辣的江使徒一下就发现了端倪 在女记者回到旧善院后 她就派人把她抓了起来 为了逼她招供将她的头按进洗衣机里给她洗头发 还将她带到了小美面前 质问她有没有和小美勾结 为了保住女记者 小美一口咬定并不知道女记者的真实身份 但是在事后小美当即就寻求了东哲的帮助 很快 东哲就顺着小美提供的信息把女记者救了出来 随后东哲给女记者指引了逃跑的方向 还联系了上换区半路接她 就在女记者跑到一半看到远处的车辆时 车上走下来的却是刚要回救善院的卷毛男 女记者当场就吓傻了 但是卷毛男并没有将女记者抓回去 而是把她拖到了河里 将她的头按在水里 让她活活地溺水了往 当上换接到东哲的电话赶到这里时 这里连个鬼影都没有看到